大家好我是Kami 欢迎来到最后几期的Humsup模拟战 男生女生都爱看 好了 因为随着这个神器的活动来的呢 我可能将在五月尾或是六月的第一周之后呢 停跟这个3S5到4S5的这个超时空的视频了 因为神器随着神器的这个发展呢 召唤这个北欧神话的英雄 会让这个游戏的超时空和一些挑战活动 越来越简单 不过大家不用担心 就是单纯的可能停跟这个3S5和4S5 其他的东西还是会造就的更新 而只要有新的讯息就与大家分享 好了 就说这个3S5吧 基本上3S5的这个挑战呢 要是你们有反转治疗人物呢 打这个关卡是非常容易的 只要一直发动反转治疗和发动你的AOE 一直炸狗狗就可以弄死其他的队友了 但要是没有的话呢 可以试试看玩这个帝国队 所以就用我们的皇帝呢 等下发动剑武呢 让敌方不能治疗 然后我们还是一样呢 上去发动AOE围殴他们的 所以第一回合呢 大家就是站好自己的位置呢 然后发动Buff 好第二回合开始就皇帝呢 上去发动剑武 好我们站在安全一点位置 发动剑武呢 这样全部人都不能被治疗 然后就用我们的这个田狗火男和这个卢克呢 就开始AOE轰炸击咯 当然要是没有卢克或是火男都不要紧 只要有AOE的人物都可以 基本上火男就算是比较高级一点的那个小红帽了 就是那个AOE轰炸 英文名叫AOE轰炸 因为它的固伤是比较高伤害 不过是一次性 就是一次性发动它就没有再技能用了 不像小红帽那样 比较多可以连续一直发动 好上来呢就发动3C 看可以不可以把它们剿灭 当然要是没有剿灭的话不用担心了 因为它的这个技能是打在敌人身上呢 会有两回合的debuff 所以接下来两回合 敌人都要吃这个固伤 而固伤是不算普通伤害的 狗狗就算吃到了固伤 也不会带治疗给他的同伴 好然后这里呢 阿里斯调整一下位置 要是有宰相用宰相 没有的话就用莉安娜 在载动阿里斯 总之基本上这个回合 就是为了尽量的解决 剩下的还活着的敌人 要是没有办法解决的话 不怕我们还会有 一到两回合的时间 因为基本上敌人杀不死的话呢 这个奶奇的阿里斯呢 是优先是不太会攻击我们的 而是会去拿受伤的队友 所以这一点呢就不用太过担心 所以基本上这边呢只有一个到两个敌人 残血的状态来攻击我们 嗯 好了来到节目的尾声了 就要看我们的装备咯 好所以呢再一次感谢大家观看这个视频 所以当然只是 就是卡米当然也在考虑 不过高机率就是会停更在 5月的第四周或是6月的第一周过后 然后当然卡米还是会继续的更新其他的 呃国服那里官方而带最新的消息给 呃各位收看的玩家们 好感谢你们的支持 当然就是看现在人物的这些装备了 好最后就是宰相了 那的人物基本上就是高血量 还有高自力和奶量了 然后攻击的人物就是 尽可能高血高攻击 还有高防御了 好我是卡米 所以我们十日五再见咯 大家一起喊杀吧